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非盈利组织 全世界我们有140万个会员 在200个国家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创越多的会 然后让越多人知道我们狮子会 您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她是狮子会86年来 历史上面的第一位华裔女总监 她的当选真的代表旅程碑的意义 她也反映了社会的多元化还有包容性 她也是一位激进的社会活动家 在慈善的事业方面是做出了积极的重要贡献 在今天的对谈当中 我们将会围绕她的当选来展开讨论 到底她是谁 大家好 非常荣幸天下卫士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介绍我们国际狮子会 我是D34L2总监 故事家Skologu 我的 passion就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新的狮子会 因为新的狮子会有更多的成员 有更多的成员就能来服务社区 服务人群 谢谢 Skologu 您好 你好 主持人 您好 总监 您好 来 先给我们提一下 您是第一位华裔女性当选人 那这个当选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里程碑的意义 是不是也表示其实美国社会的变化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是minority 参加在美国的话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而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Skologu 是非常大气的 所以她认为在美国社会当中 是没有什么样的变化的 可是其实当作一位华裔的女性当选者 对于美国社会来说 就是举足轻重的意义了 当然了 当选是否能够激励更多的华裔女性 来加入所谓的狮子会当中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狮子会后面有几位都是当选人 就像我的第二副总监 她也是一位女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能够支持她 因为女性其实也可以像男性一样 什么都能做 什么事情都拿不倒我们 Scarlett 我先请教一下您的背景好吗 其实您在狮子会 至少有20年以上的时间是吗 是 是 是 我参加狮子会已经有22年 是2001年我就参加了 那中间我有当过会长 当过Region Chair 当过Zone Chair 也当过秘书长 很多职位我都当过 所以很荣幸地也能够当选了 我们这个86年来 第一位的女性的总监 我也是非常荣幸 当然Scarlett也是非常的谦虚 还是想要请教Scarlett就是 其实要您当选了之后 是不是能够促进所谓的不同的文化 还有背景的人士做相互的交流以及合作呢 是的 因为我现在就是不只是我们华人 我也专注在主流社会 因为我们不同的跟他们交通 他们也知道怎么样的捐钱到我们的LCIF 去帮助所有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非盈利组织 那我们救助了大概全世界很多的灾难 我们都救助了 也大概动员了大概有三亿多美金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我觉得对我们华人来讲是非常好的现象 先请教一下Scarlett好了 其实狮子会她大部分的目标 以及合作的项目有哪些 我们大概都注重于这个服务项目 像第一个就是Vision 就是视力 第二个就是青少年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灾难的救助 再来就是人道主义 再来就是糖尿病 再来就是儿童癌症 环境污染 最后一个是饥饿 我们狮子会其实有八个使命 所以在我当总监的时候 我就执行了这个八个项目的服务 所以给我们所有狮子会去做这些服务项目 因为你做了服务 大家看到我们狮子会 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 我们狮子会原来是在做这些服务的项目 自然而然我们就有很多的会员 因为我们全世界我们有140万个会员 在200个国家 所以是全世界第一大的非盈利组织 那我们是在1917年成立的 所以就像刚才Scarlett提到 狮子会是一个以人为本 以善心出发的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当然了 在86年来 第一位华裔的女性当选了 对于未来的发展 一定有想要的对策以及目标 那Scarlett 您的对策与目标又是什么呢 我的对策就是多创造新的会 有新的会就有新的会员 像我们今年有1660个会员 但是目前我们有四个新的狮子会 五个新的狮子会加入 所以达到的人数大概是1750个会员 所以这样子的话 积少成多 我觉得更多的人来服务 会让社区有更大的收获 更大的福利 积少成多 这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 可是自古流传到现今为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 当然了 当选来说 对于华裔的社区也会有绝对正面性的影响 这些正面性的影响又有哪些呢 有的时候像在媒体上面 报纸上面 他们都有看到 所以有些人像我们眼睛视力 还有免费的疫诊 所以很多民众都会打电话来说 你们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服务 10月是我们的Why Can Day 眼睛免费疫诊 这个月大概有25个分会 都在做这个眼睛疫诊 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狮子会也是重视在视力这方面 眼睛就是人的灵魂之窗 就像是狮子会一样 它可以当作人生的灵魂之窗 Scarly 再请教一下 除了这个眼睛这个方面之外 还有哪些的慈善事业 是您想要致力发展的 我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有八个项目 除了眼睛我们还有饥饿 我们在12月29号 举行一个很大的一个 Hunger的Project 我们要救助大概捐献 400个低收入的家庭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 重视到我们在做社区服务 不只是只有我们这个洛杉矶区域 也包括在那个San Diego 也包括在Riverside 也包括在Orange County 所以大家会更重视这个Hunger的Project 其实慈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不管是不是在狮子会当中 可是如果是在狮子会里面 有一个人可以拉你一把 告诉你如何做慈善 让你的心打开来 让你的视野变得更明亮 参加狮子会 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大家好 我是Angel Pell 国际狮子会的MD4L2的第二副总监 我的PASSION是青少年 然后鼓励青少年来参加狮子会 然后鼓励大家来成立青狮会 谢谢 每个重要的职位 都有更重要的左右手 当然啦 在狮子会当中 就是Scarlet 也有他的重要的左右手 这位重要左右手就是Angel Hello Angel Hello你好 我是Angel Angel Pell 我是今年的第二副总监 专门是协助我们的总监 以及第一副总监 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Angel我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您 可是刚才Scarlet 其实已经讲过了 整个狮子会 就是它有八大首要 目标跟任务的 当然2023年跟2024年 慈善事业是更为重要的 相信您也应该知道 有什么样的慈善任务呢 是您最为摆在先首先的 我觉得我们Scarlet 因为是华人的女性 我们常常在区里面做活动 所以就算是今天成为了总监 或者是任何的任务 我们都能够很容易地 把一些任务完成 Scarlet她的很多项目 比如说Hunger 然后Humanitarian 等等的这些不同的 跟华人社区有关的 一些任务之外呢 就是有关于我们的Youth 年轻人跟儿童等等的 这方面的协助 那么我们第一棒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捐赠书包的动作 捐赠书包呢 我们捐赠了到Whitier 还有Almonte这两区 那在捐赠的时候呢 我们跟大概有三四个学校合作 那除了学校之外呢 我们还跟LA Children Services一起合作 那这一次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捐赠了1075个书包 让每个小孩子 当你不能买书包 或者是需要一些文具的时候呢 你能够想到说 我们狮子惠帮助了你 其实狮子惠应该是说 从小看顾到大 不管是年纪大的人的糖尿病啊 或者是小朋友想要入学的心愿 甚至是有Hunger的心情 狮子惠都可以帮到你 Angelo请教一下 其实您在狮子会有多久的时间了呢 我其实本身呢 我是第三代狮子 所以实际上来讲说 在我出生之前就是狮子了 那我父亲呢 他在他还在世的时候 他有创了一个Rosemid狮子会 那在今年来 因为我帮助Scarlet的部分 也是有一个职位叫做GET 那也是负责创会 以及跟不同的部门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创越多的会 然后让越多人知道我们狮子会 尤其是来参加 不同的媒体让我们有些 让大家都认识我们狮子会 不只是华人 还有跟本地的老美 或者是说不同的族裔一起合作 Angelo您刚刚提到 其实您是第三代的狮子会 对不对 那我们这么说好了 您应该是从小就会认识狮子会了 你应该知道狮子会 其实真的是慈善不落人后 可是对于完全不认识狮子会的华裔朋友们 或者是其他族裔的朋友们来说 您又是怎么会介绍狮子会的呢 因为我从小第一个印象就是知道说 我父亲也是穿这个红色外套 然后身上一大堆这种笔 就感觉说好热闹 怎么那么好玩 还有东西可以拿 还有活动可以做 那其实第一个印象就是YK Day 这是我们狮子会一个 传统的一个活动 所以YK Day就是白帐日 那刚刚我们总监讲了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阶段的一些 比如说眼睛检查 甚至是捐赠眼镜等等的活动 因为狮子会在一百多年前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说要帮助 眼睛有疾病的人士来成立的 那所以除此之外呢 我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今天很没有passion的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儿童方面的项目 所以儿童方面的项目呢 除了我刚刚讲的捐赠书包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 例如说是和平海报比赛 就是十一到十三岁的小朋友 那可是这是全世界的比赛 我知道我们亚洲方面 得到全世界第一名蛮多次的 那另外就是学生演讲比赛 那就是我们的高中 就是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小朋友 可以来参加 甚至可以拿到上万元的奖学金 所以我以儿童来讲说 我们从小到其实到一百岁以上 其实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来捐赠 甚至是了解我们狮子会 其实狮子会啊 就是一个在家庭以外的 另外一个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当中呢 有许多的关怀 许多的感恩 许多的照顾 许多的可以给予的机会 当然狮比寿 永远都是更有福的 多了解一下狮子会 让你的人生更有福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